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乘坐起来 一个是视野好 再一个离地间隙高 虽然说是两驱的SUV 但是它的通过性还是要好于轿车 当时选这个车之前 我也看了很多同档次的车 感觉就是现在的国产工业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 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样子了 一下预算能降低了很多 剩下的钱买肉吃它不香 欧尚X7这个车也有些小的不足 但是我还是能接受 一个是说它的储物空间没有放手包的地方 还有一个是它的减震路过小点坡的时候略微有些跳 这台车我感觉整体还是很有气场的一台车 外形比较大气 有几次我在车里都被人误认为豪车 还有人来偷拍我的车 它的进气格栅不是传统的直铺式或者横条式的 而是带有一定的曲线设计 双飞翼的设计 让人有一种开阳的感觉 全LED大灯夜里照明效果也是不错的 再看这个漆面是高档豪华车的漆面 非常的亮 而且带有自我修复的能力 据说这个整体设计还获得了国际大奖 车身侧面的腰线整个从头到尾贯穿 使得车身比较舒展 19寸的轮毂非常有气场 这车的尾灯也是全LED的设计 晚上点亮的效果是非常炫的 它采用这个镀铬条横穿 延伸了车身的宽度 而且这种字母的logo是比较新颖的 然后车尾也挺饱满的设计 我是比较满意的 跟我看一下这个内饰 从它的仪表台到这个部位 都是软质材料 然后这个大屏的设计也很有曲线感 它还支持Ronstell 2.0车机远程控制 通过手机上的APP操控车辆 远程监测车辆等等 这个天窗是全景天窗 前后排的采光都不错 可以通过这个按钮来控制 也可以通过车机 你好小欧 看到了吗 整体内饰我觉得设计的比较优雅 这个车的空间我觉得也是挺大的一个亮点 2780的轴距带来的这个前后排的空间 都是非常的宽裕的 正常的驾驶位 这个头部 腿部 还都有相当的余量 储空间我觉得就是重规重矩 比较常规 这能放两瓶水 然后能放一个手机这个槽 我买这个车的主要原因就是冲着这个无敌的后排 你看它这个地台是全平的 小孩在前面活动的空间也有了 这个腿部空间就别说几拳几指了 而且后排的座椅是可调的 你看一下这个可调范围挺大的 这个后备箱空间我是居本满意的 而且平整度也很高 后座放倒以后整个是一个纯平的空间 这个座椅非常的柔软 用料也不错 感觉非常的耐用 包裹性软硬度都非常的好 隔音降噪呢整体中等吧 但是如果遇上高速路面又比较陈旧的话呢 底盘的那种共振还有轮胎的胎噪就比较明显 这个车动力响应我觉得还是比较让我满意的 它有178马力 265英里 这是一个1.5T发动机的参数 最大扭矩爆发的转速是1450 跟车很不费力 然后红绿灯起步的时候 咱们一下就能出去 提速方面我也觉得有一定的推背感 但是给不了你太多的机型 它匹配的是双离合7速变速箱 没有咱们经常说的双离合那种顿挫感 停车的瞬间有时候稍微能让你感受到一点点 它有媲美AT变速箱的这种感受 这个车的方向盘虚位略微有一点 但又不算很大 指向不算精准 但也不会让你的神经过于紧张 这个车我现在表显油耗是9 如果是高速开的7.5左右 这个油耗我认为是合理的 因为我家住在五环之外 所以一般高峰区五环内我都是很少去的 如果走城区的话 我就尽量坐公交 就这个空间 这个气场 这个内饰 这个科技含量 十万块钱的SUV里面 它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这个长安欧上X7 它的外观时尚不浮夸 它的内饰简约也不浮躁 它的座椅非常的宽大柔软 非常符合我日常的需求 舒适度非常的高